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江蘇省昆山市中榮金屬製品有限公司 8月2日突然發生爆炸 造成71人死亡 近200人受傷 現場慘不忍睹 當局用卡車運送死者的遺體 官方認定事故的原因是空氣中濃度過高的粉塵 因為遇到明火產生爆炸 事件在大陸網站上引起了強烈的關注 很多人認為大陸官商勾結導致政府監管缺失 才是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 網友飛歐在大陸社交網站新浪微博發帖說 中榮金屬車間裡長期粉塵瀰漫 多名工人罹患臣肺病 投訴多次無果 幾年前就有工人在工廠門口拉橫幅抗議 可是當地政府卻完全不處理這家企業 事故隱患始終釀成這次粉塵爆炸 還有很多網友表示 類似中榮這樣有安全隱患的工廠 在大陸比比皆是 政府與企業勾結 無法進行監督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立案調查 已經過了幾天的時間 大陸媒體集中報導 周永康的各類腐敗 引論醜聞 海外媒體也紛紛發表評論 分析州案的走向 以及下一步待查的 與周永康有牽連的中共高層 以及各類的黨羽 8月1日 香港時事評論員李澤芬 在香港《蘋果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說 周永康問題解決之後 中共當局一定會處理香港問題 8月的人大會議應該會有所決定 李澤芬說 未來香港地下黨員 和中共派駐香港的黨員 誰會被牽連和被揪出清算 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李澤芬預計 現任香港特首梁振英 將會充當港版周永康成為中共換取港人 政治信任的祭品 而在中國大陸 周永康的政法幫有兩名官員已經落馬 不過仍然有漏網之魚 日前 中共喉舌新華網發表一篇題為 《周永康落馬 哪一領域有待深入調查》的 博客文章提出 還有周永康在中共政法系統的親信未被處理 文章表示 周永康主管中共政法系統11年 扶植和培養了多少腐敗親信 但是 目前政法系統 僅中共公安部副部長李東升 中央政法委辦公室副主任余剛 兩名官員被調查 人們絕不相信周永康近年多年的政法系統 僅有兩名腐敗親信 好 接下來請您收看時事禁聞 中央 禁止